那摩滴原廠它在執行的手術的醫師本身 它是有一些規範的 唯有 才可以執行摩滴一代或二代的手術 大家好 我是自媒整型外科診所的莊佳陽醫師 今天很開心的可以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我們使用摩滴2.0手術的經驗 無論一代或二代 其實它的睫毛軟縮機率都是非常低的 它的睫毛機率 如果說以市面上其他種的甲體 大概它平均睫毛軟縮機率都是3%到15%左右 那目前摩滴無論是一代或二代的產品 它們都有提供10年的產品保固 跟5年的手術保證 如果說消費者在10年使用期間 發生無預期的破裂或滲漏 那摩滴原廠在經過原醫師的認證之下 它們會提供一顆免費的甲體 讓您做後續的更換 如果說您在5年之內 發生3到4級的睫毛軟縮 甚至必須要到重做手術的階段 那摩滴原廠它們會提供一顆免費的甲體 跟所有的手術費用 所以消費者端是不需要付任何的費用 摩滴甲體無論是一代或二代 其實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內建有一個耐美的晶片 這個晶片裡面記錄了這個產品的生產序號 日期生產的單位 甚至在醫生手術植入摩滴甲體的時候 摩滴原廠會有雲端的記錄 會讓您或是原廠端知道 這個產品是由哪一個醫師 在哪一個地區所做的手術 無論是醫師或者是原廠 都可以藉由這個晶片 去追蹤全世界各地的病人 那如果說萬一這個產品有產生一些瑕疵 我們也知道要如何去通知患者回來複診 所以消費者端本身一個非常大的保障 現在在我的右手邊這個是 綠色的是屬於一代的家庭 藍色是屬於二代的家庭 它們兩者的不同其實在於 內容物果膠的柔軟度 以二代來說 它的內容物呢 它會更形柔軟 所以更具有流動感 所以在身體裡面會產生自然的律動 那一代當初在做的時候 有一些人會抱怨就是它比較Q彈 所以這個是一代跟二代所謂內容物 關於柔軟度不同的所謂的比較 第二個是屬於外帶的延展性 一代來說它的外帶還是屬於比較 稍微有點堅韌的材質 那二代的話它更柔軟 這個延展性代表了 我們如何再用一個 家庭的延展性越高 基本上我們傷口可以開得越小 那手術本身就更安全 大家會好奇 這個傷口到底可以開多小 那我個人來說 我可以藉由一個 特殊的傷口設計 還有植物的手勢 縫合的技術 我們可以把這個 這麼大的家庭 類似2公分左右的傷口 一個5塊錢銅盤的大小 我們就可以順利的 把家庭安全的植物 小切子狗的手術 對於消費者本身有什麼影響呢 它的傷口短 所以疤寒照顧容易 相對來說 形成疤寒的機率也變得比較少 第二個 因為傷口比較小 所以它比較無痛 傷口的恢復就會比較好 所以相對來說 消費者也更容易接受 這樣的手術 很多消費者會問說 那到底什麼東西是屬於一代 或是屬於二代的人 比較適合使用的 我認為 如果說今年是 產後乳房有點下垂 或是皮膚太過鬆弛 或甚至你本身有一些 特殊的乳房的狀況 比方說你的乳房是屬於 短狀乳 或者是特別的 布袋奶 基本上你需要有一個 比較好的支撐 摩滴一代 因為它是屬於比較Q彈的材料 所以它的支撐度 相對來說 還是會比較完整 算是適合比較屬於產後 矯正乳房下垂的患者 二代的使用的植物腺 比較適合 乳房沒有經過 哺乳 或是懷孕的過程 皮膚的狀態比較緊實 或是皮膚比較單薄的女性 基本上選擇二代手術 她會認為她的手感上 會比較趨勁自然 最明顯的不一樣 其實就是所謂的外帶的部分 紐約波是屬於 果凍細膠的改良 它的內容的膠質比較軟 但是外帶還是屬於 傳統光滑面的材料 以我們個人的手術經驗來說 光滑面的材料還是需要做 術後適度的胸部按摩 也就是說想要接受 紐約波融手術的患者 我們通常都有一個心理建設 疏我們可能要經過 三到六個月的乳房按摩 因為光滑面的材料 跟我們身體 角膜卵收機率的形成有關 以摩滴來說 摩滴二代的奈米絲綢面 它又可以有效降低 我們所謂身體的排斥反應 有效的降低 角膜卵收的機率 所以它可以比較適合 我們手術完 沒有辦法很頻繁的照顧的族群 紐約波 因為它的盤頸比較小 它所謂適用的族群 東方的女性 嬌小身材 它可以接受一些 比較小的濃乳手術 它可以選擇這類的材料 那第二個就是 皮膚非常的單薄 甚至醫生評估 你可能真的不適合 做濃乳手術的時候 或許 紐約波的甲體 可以讓你比較 不會有一些觸感上的問題 我想一個濃乳手術 要能夠成功 除了產品的穩定度以外 其實醫師的美感 還有技術 也是非常重要 那摩滴圓廠 它在執行的手術醫師 本身它是有些規範的 唯有整型專科醫師 才可以執行 摩滴一代或二代的手術 整型外科醫生 有什麼樣的優點 可以去執行這個手術呢 第一個它需要具備的 就是一個 對解剖結構的完全的了解 第二個它必須要有執行 濃乳手術 或者是乳房重建 甚至是 乳房補止手術的一個資格 而且這個資格是要經過 國家認定的 關於完整的濃乳手術 其實在 術前術中術後 都有不可或缺的環節 我們需要認證的去考量 在我們診所來說呢 做術前的評估的時候 最重要的 觀察客人的客觀的條件 因為 熔乳的一些所謂的 滿意度通常來自於大小 所以我們診所特別提供了一個 非常特殊的一個 3D模擬的術前服務 這個模擬的機器 可以測量患者的胸圍 還有它的皮膚的厚度 甚至它的緊實度 那用大數據的分析之下 我們就可以在電腦上呈現 跟手術之後的效果 幾乎達到80%到90% 相似機率的一個影像 患者在看完這個影像 他可以提出他的意見 那所以在手術前 我們就可以縮短 疫病之間的一些 對於美感 還有對於大小的一些看法的不同 手術當中呢 我們除了使用類似鏡 做一個無血的 一個完整性的玻璃之外呢 我們在執行 甲體植物之前呢 我們還有 部中模擬的過程 我們會使用一個 具有彈性的水帶 植入到患者的身體裡面 去做一個植入前的測試 要了解一下 它本身肌肉的一些張力 或會不會影響 它術後的軟硬度 第二個就是我們要 測試 患者的生息之下 它最大的容量 可以到達多少 所以我們最後才會決定 使用多少尺寸的甲體 去植入 這個是手術最安全的一個考量 那術後的部分 一到兩週 都必須要回診追蹤 固定穿著 三到六個月的定位衣 維持完整的手術的效果 在聽完 模的二代甲體的介紹之後 我相信消費者也了解 模的原廠 對於他們品質的把關 非常嚴謹 我們本身除了 去選擇一個 效果穩定 安全的甲體之外 也必須要在宿前 來去跟醫生多溝通 甚至讓醫生去了解一下 我們本身條件上的限制 最後呼籲大家都能夠 選擇適合自己的好醫師 心想事成的完成手術 那也就是說 喜歡我們的影片請按喜歡 訂閱並開啟小鈴鐺喔